所以现在全球的四大经济体里面 两大经济体 中国大陆跟欧盟呢 现在都面临到很严重的问题 一个没有解决好 全球的经济景气 全球的金融制度 可能都会受到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 都是月亮惹的祸 不是都是升息惹的祸 为什么说都是升息惹的祸呢 我们升息的目的在哪 紧缩资金压抑通膨 可是现在的问题 不再这么简单了 而且变得相当的复杂 因为美国联准会 它是持续的高强度的升息 造成美元在市场上的数量 急速的减少 就造成美元大幅度的升值 从去年的最低点开始起算 到今年的目前为止的最高点 它升值的幅度已经高达23% 太了不起了 因为呢 汇率市场的规模是非常大的 只要汇率有1%的变动 金额高低的差异非常的多 亏损差异非常的大 美国为什么呢 不顾我们的劝阻 他只用升息的方式来压抑通膨呢 因为呢 现在全世界的物价 大多数的大宗商品 石油啦 黄小玉啦 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用美元计价的 所以当美元升值的时候呢 这一些的物价 除了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来讲 输入型的通膨会大爆发 相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呢 美元升值输入的产品呢 就会呢 大幅的降价 对于美国来讲的话 它是12秒 就可以压抑的通膨 可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讲 通膨反而变得更严重 譬如说欧洲7月份的通膨呢 已经来到呢 9.1%了 英国的通膨到多少 已经到10%了 因为呢 最近欧元呢 贬值得非常的厉害 我会举英国的例子 英镑呢 当初在强势的时候 1英镑呢 换美元呢 可以换将近2块钱的美元 可是现在美元跟英镑的汇率 相差多少吗 大概不到1%了 那么欧元呢 是已经呢 比美元还要来的低了 汇率的币值大幅度的相对贬值 造成呢 通膨都已经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我讲的很简单的 譬如说以前的油价呢 是50块 现在涨到100块了 那我们的油价就是涨一倍 是只有涨一倍吗 不止哦 因为你还要乘以1.23哦 因为美元升值了23% 这就是为什么其他的国家的通膨 都比美国来的严重的一个 最主要原因了 那我们台湾呢 那之所以呢 物价还能够呢 压抑在年增率3%这个附近呢 其实呢 是用了很多很多的方式 降低进口能源的税率之外呢 还用了许多的方式 压抑电费啦 压抑物价啦 更重要的是 我们台币呢 贬值的幅度呢 只有呢 美元升值幅度的一半而已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汇率呢 台币算是强势的 这个也是压抑物价的一种方式 可是呢 欧洲就没有办法 而且呢 他们又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因为呢 你的能源的命脉 是被俄罗斯捏住的 那你今天呢 趾高气昂的跑去跟俄罗斯讲说 我要制裁你 普丁是会受到威胁的人吗 你要制裁我 那我就把你那个北溪一号输送天然气的管线呢 无限期的切断 这一下子呢 欧盟呢 糟糕啦 因为呢 他们马上要到冬季了 他们一定要储存大量的天然气呢 准备做到说取暖的能源 现在只好四处去采购啊 然后呢 他用补贴的方式 免得呢 瓦斯费呢 涨得太高了 会有民怨 虽然欧洲的这些有钱的国家 都是采取这种方式 那你说是不是制讨股吃呢 所以呢 欧盟呢 他们现在的问题真的很严重 币值贬值 造成他的物价通膨大幅度的扬升了 你现在呢 能源又出了问题 所以他的物价呢 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在去年10月就跟大家讲说 这一次的通膨 有可能会造成呢 经济的大海销 到目前为止 我的看法还是正确的 第二雷区在中国大陆 最主要还是因为呢 10月18号 中国大陆呢 要召开20大 20大要召开之前呢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会发生 可是呢 会议结束了之后呢 所有被埋起来的这些地雷 恐怕都要引爆 因为呢 中国大陆面对的问题 除了汇率的问题之外 美国呢 对中国大陆的制裁啦 所以呢 他现在也是两面受敌 所以现在全球的四大经济体里面 两大经济体 中国大陆跟欧盟呢 现在都面临到很严重的问题 一个没有解决好 全球的经济景气 全球的金融制度 可能都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冲击了 那我之前也讲过了 别人的失败呢 就是美国的成功了 我看他大概不久之后 又要开始割韭菜了 前一阵子媒体呢 有报道 金控股 因为呢 今年股债双杀的问题 媒体估计呢 大概有8家的金控 明年配不出股息的 看起来到下半年呢 他们要转亏为盈的机会也不是很大 这一下子呢 市场上呢 就掀起了一番的论战 他认为说呢 明年配不出股息 后年你就确定能配得出股息吗 可能呢 连续两年都配不出股息 金融股呢 它的股价呢 就会一路往下掉 所以应该要卖 但是理由是说 因为呢 存股主都是呢 用定时定额的方式 就是每个月 我拿一万块 两万块 出来买金融股 来做存股 我每年呢 有固定的一些的利息收入 我们用利稳利的方式呢 等到20年 30年之后 我就有钱了 所以不差这两年 既然是处于亏损状态 那这股价是不是要跌 存股主才能买到便宜的股票啊 我在之前有跟大家报告 金融股当初在高档的时候 要去买金融股做存股 当时我的讲法就是说 他的业绩很好 都没有错 可是呢 因为他股价已经太高了 所以他殖利率很低 不适合存股主进来买 反过来讲 现在他配不出股息了 他的股价呢 会往下掉了 你好不容易等到呢 他的股价低下来了 你还不买 那你在等什么呢 那个时候 才是你应该买起来存股的时候 反而是呢 当他的股价 已经涨了一大段了之后 你反而要降低 你的存股的购买的章数 我举个例子 金融风暴之后 一直到呢 这些年以来 大家都在念念不忘台积电 有没有人在跟你讲说 我如果呢 是在今年的1月的时候 买了台积电 我现在呢 赔了多少钱 没有吧 现在大家都想说 哇 我如果是在2009年的时候 我就进去买台积电 我先翻了多少倍了 当时呢 台积电跌到多少钱 36块4毛 现在呢 虽然是跌到400多块 我还是赚翻啊 买到600多块 台积电的人 现在跌到400多块 心痛得不得了 所以呢 存股的概念 要买在呢 利空的时候 它的股价跌到一个 深不可测的时候 当大家都想要卖掉的时候 就是你要进来存股的时候 你如果当初买金融股 是为了要赚价差 我觉得你现在呢 有反弹就减了 因为呢 接下来的1年2年 金融股呢 要大行情 非常的困难 反而呢 我认为应该还会更低价 所以呢 应该站在卖方 可是你如果是存股族的话 当然呢 要准备开始往下承接啊 你的存股的成本才会拉低下 以后你的殖利率才会拉高上 你每年配的股息呢 才会划得来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理财不能等 如果各位同学 对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有什么问题 或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想法的话 欢迎大家在留言板上留言 谢谢拜拜 中天财经频道 与前同行 通膨时代来临 荷包一缩水 台股美股ETM 基金外币黄金 虚拟货币还有风险 如何投资理财 创造被动收入 实现财富自由 房市火热 政府打房一波波 房价越打越高 何时才是买房好时机 请锁定 每周二五晚间八点钟 中天财经频道 张亚廷和您以前同行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李小林 全球正经珠宝 每周六日 最新总体经济趋势 报给你知道 凡是跟资金有关的这个市场 都会收缩 所以房屋市场也是一样 明年的利率 是绝对高于他 所以明年应该 他最后他的学生是2.8 欧洲绝对是恶物产生最大的受害者 掌握精肉脉动 世界局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正经周到 最顶级的豪车试驾 最热门的新车常鲜 最实用的空间展示 每周一周五晚间九点 别忘了YT搜索中天车想家 每周三 套中大转一项 猪猪哥来聊车 陪你一起来直播 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 点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 鱼菲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优惠 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 我是金碧小编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最顶级的豪车试驾 Stop getting moving I don't move 最热门的新车常鲜 最实用的空间展示 每周一周五晚间九点 别忘了YT搜索中天车想家 每周三 套中大转一项 猪猪哥来聊车 陪你一起来直播 更别忘了帮我们按赞 点阅 分享开启小铃铛哦 中天财经频道 与钱同行 通膨时代来临 荷包一缩水 台股美股ETM 基金外币黄金 虚拟货币还有头显 如何投资理财 创造被动收入 实现财富自由 房市火热 政府打房一波波 房价越打越高 何时才是买房好时机 请锁定每周二 五晚间八点钟 中天财经频道 张亚廷和您与钱同行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是李小林 全球最新珠宝 每周六日 最新总体经济趋势 报给你知道 凡事跟资金有关的 这个市场都会收缩 所以房屋市场也是一样 明年的利率 是绝对高于它 所以明年应该 那时候它决定是2.8 欧洲决定是 恶物产生最大的受害者 掌握金融脉动 世界局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政绩周到 五星总统级的顶级食材 秘制独家配方 以十多道严谨的工序 将严选的大干贝 珍珠包 石斑 鱼菲力入将 上快点购的网站来订购 就拥有五星级的食材 同时还有推荐代码 CTI999就能够享优惠 给大家总统级的享受